11月15日,武汉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电影盛世 70岁的国际巨星陈龙清零现场参加了此次电影展 尽管年岁已高,但陈龙的精神状态依然饱满 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在活动现场,陈龙热情呼吁大家来到影院观看电影 因为你在家里看一部好的电影 是怎么看呢?就是坐在那边 完了,上厕所 好了,侧面,完了,看完了,好不好看 还可以吧,你都没有真真正正的看完 如果你有耐心坐在影院里面 真的看完一部电影,你会学到 电影人的话,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陈龙还特别强调了支持国产影片的重要性 他表示,每一部电影都凝聚着无数电影人的心血和汗水 他呼吁广大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 支持国产影片,共同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陈龙的这番话,不仅表达了他对电影的深厚情感 也展现了他作为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感和担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